OK了嗎?等一下喔,媽媽說夠 夠! 我最後一陣喔 溜著滑梯從二樓下到一樓 這是間27公尺長的遊樂設施 也是台中中區一家旅店的門面特色 業者把中區原本的老飯店改裝成文創旅店 處處都可以看到文化和創意的元素在裡面 把台灣的一些文化跟藝術引進來我們的飯店 所以說你會看到飯店內會有很多 印象中的一個材料 例如說老式的玻璃 然後任志平的木頭地板 會看到台灣產的蛇溫石的大理石 或者台灣花布 所以說我們的飯店主要是 希望客人旅客進來了 在一個老的飯店裡面怎麼去做重新 怎麼去做活化 通過的這個店家 我們除了會授予他們的一個識別牌之外 我們也同時會輔導一些藝文活動的辦理 那麼這10年下來的話 總共有43家的藝術店家加入到這樣的一個家族 它的類型是非常多元的 因為藝文氣形濃厚 所以被台東市文化局評定為今年度的藝術亮點之一 業者表示 除了空間規劃 以文化創意的方式來佈置成例外 大廳更設置了藝文空間 讓旅店能不定期舉辦活動來和旅客互動 我們這個月是有比利時的一個畫家 我們這個月中間還會有一個醜臉書的一個活動 很好玩 他就是一個在臉書上面寄照片給他 然後就把你畫醜 然後就其實把人畫醜也是一個藝術 所以說我們一直以來都推動像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10月份的展覽展出比利時藝術家的作品為期一個月 並且旅店還提供以藝術換住宿的方案 希望讓旅店真正成為中區的藝術設計平台 記者裡講的中層到